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放军东部战区某部与新市展开了新一轮实弹演练 并发布了一组高清照片 据报道 照片拍摄于2月16时 当天该部队进行了多个架次的飞行 不同寻常的是 图中战斗机携带了四枚白色的空空导弹 战术意味非常浓厚 从外形上可以看出 这架双发战斗机是歼16重型多用途战斗机 歼16的机头雷达占成灰色 并且取消了机头空宿管 这是区别歼16跟歼11BS的直接特征 对比之下 歼11BS机头雷达照是亮黑色 而且仍保留了机头空宿管 此外 歼16在机翼尖端挂架形状 前视红外传感器等外形方面 跟歼11BS也有区别 照片中的歼16一间挂在了两枚霹雳石近距格斗导弹 这是解放军现意公开的最新型号的近距离空空导弹 此前 霹雳石的外贸版本PL-11曾在珠海航展中多次公开亮相 收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据霹雳石总设计师梁晓庚透露 中国空空导弹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基础水平 PL-11拥有宽视场高精度的红外成像导引头 可以探测到180度范围内的目标 甚至还能够越间发射 攻击身后的敌机 梁晓庚还强调 PL-11具有反隐身能力 不论是F22还是B22这种隐身飞机 只要被PL-11盯上 就很难摆脱锁定 未来隐身战机的空战除了超视距打击 神无法避免近距离格斗 梁晓庚接受采访时曾说 国际上的自带机都能隐身 你看不见我 我也看不见你 突然遭遇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 拥有出色性能的霹雳石不仅是歼10C 歼16等战机的标配武器 同样是歼20战斗机的近战匕首 珠海航展上歼20就曾打开侧面弹舱 向全世界大方展示霹雳石导弹的英姿 霹雳石的外形已经公开 特点十分鲜明 首先是巨型长条状弹翼 胜利性能好 而且能够加强导弹结构强度 说白了 就是在几十个J的剧烈机动中不易折断 霹雳石的尾翼更加独特 采用了碟状石字形全动尾翼 跟燃气墮组合使用 可以产生超过50个G的机动能力 达到灵火飞行一击必杀的效果 除了两枚霹雳石 歼16还在机腹下方携带了两枚霹雳15中远程空空导弹 这款导弹体型明显比霹雳12大一圈 而且为了减少启动阻力 节省尺寸 中部弹翼还进行了切尖处理 呈现后略梯形 首先 据美媒称 霹雳15是世界上第一种真正采用双脉冲推力的线翼中远程空空导弹 比美军的AIM-120C7还要先进 在军方报道的第三张照片中 歼16拔地而起 发动机喷吐出红色火蛇 在战机起飞时 往往会打开加力燃烧室 产生最大的推力 比此快速起飞 加力推力的大小也是一款发动机性能好坏的直接体现 歼16全部采用国产涡膳石太航改进行发动机 也就是俗称太航改 经过十多年的打磨使用 太航改已经较为成熟可靠 在2022一年初的空军宣传片中 最新批次的J-20也一次换装了采用隐身锯齿喷管的最新版太航改发动机 这也是中国航空动力技术稳步发展的又一例证 目前 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是五代机 但是具备自主研制能力的只有极少数国家 因而 四代机仍然是绝大多数国家的长背机型 值得一提的是 隔制苏二七作为和美国F-15平分秋色的战斗机 其改进款苏三五也是可圈可点 为此 有人经常把我锅的歼16和苏三五做对比 认为前者性能不如苏三五 事实真的如此吗 歼16和苏三五属于异母同胞 尽管外形很是相似 但两款战机却有着本质上的差距 苏三五是名副其实的空优战斗机 更加入种空战能力 也被称之为终极侧位 要知道 苏三五除了不具备五代机的隐身性能外 其战力在捐穷范围内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除此之外 苏三五还装备了两台11GS发动机 使其拥有媲美F-225代隐身战斗机的机动性 反观歼16因为之前没有与之匹配的国产航发 致使其加速能力明显比苏三五慢 不得不说的是 航空发动机是长久以来制约我国航空发展的一大短板 也正是因为如此 早前我国从俄罗斯采购了一批苏三五 希望能从中借鉴和学习 虽说歼16在发动机上不及苏三五 但这并不意味着歼16毫无优势 与专注制空的苏三五相比 歼16作为双座双发的多用途战斗机 具备对空对地作战能力 可以执行防空拦截 反舰作战等任务 可以说歼16的设计明显比苏三五难度要大 再者 歼16最大的优势则是栽弹量 最大栽弹量可以达到8吨之多 能够发射我国的英机系列空对舰导弹 尤其是换装国产太航发动机之后 其性能和美军F-15E不相上下 如此看来 苏三五和歼16各具优势 如何两款战机空中正面相逢会如何 前者在近距离格斗更占优势 苏三五可以凭借其优越的机动性能发动打击 后者可能会难以招架 不过 一旦近数远距离 歼16所装备的空空导弹就能与之拉开距离 事实上 这两款战机我军目前都有装备 倘若在实战中相互配合 就能弥补两款战机的不足 成为最强四代机组合 不可制否 如今 歼16并不是我军的主力机型 相比之下 歼20作为世界顶级的五代战机 则更加占据支空优势 其实歼16和歼20作为我国先进战斗机的代表 都拥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不过和歼20相比 歼16似乎更加具有性价比 可以预见的是 倘若此两款战机相互配合 必定能够在实战中发挥不容小觑的打击力量 而今 除了四代机 五代机 实际上各国在六代机领域也越预示 纷纷对外宣布本国的六代机设想 虽然 我国在六代机方面也有想法 但更多的细节还处于保密阶段 所以就不得而知了 总而言之 不论是五代机还是出具雏形的六代机 当下还不能完全取代四代机 因此 四代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还是各国研制的主力机型 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的不断成熟 包括歼16 歼20在内的任何一款战机 都能将性能发挥到极致 歼16是沈飞在歼11战机的基础上 进行改造升级而来 类属于四代半战机 据了解 歼16早在2011年实现首飞 并于2016年正式入列我军服役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一款多用途机型 歼16不仅装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 同时还具备完善的电子战系统 这也就是说 歼16拥有较强的对空对地打击能力 堪称我军对地打击的处立机型 不得不说的是 歼16所装备的涡扇石太行发动机 使其整体性能足以媲美美军的F-15E战机 同时歼16作为我国极具代表的战斗机 也一度被外界认为 是当今世界最强的四代机之一 不可置否 歼16与歼20这样的隐身五代机相比 前者除了不具备隐身性能之外 实际上和五代机相差不二 要知道歼16除了装备有上述的 现代化作战系统之外 还拥有不可小觑的载弹能力 甚至挂载弹数可能超越了轰6K 另外再加上歼16的在航程上突出表现力 其也可以充当轰炸机使用 目前我军歼16在装备数量早已超过200家 而且还在不断生产中 这不禁让人疑惑 歼20性能明显优于歼16 为何不优先生产歼20 可以预见的是 四代机在未来30年 仍然是各国不断生产的主力机型 就中国而言 歼20和歼16都是我军不可或许的中间力量 但是仅从生产成本上看 歼16和歼20更具军价比 在整体战力相当的情况下 造价也更加的低廉 另外歼20作为我国最先进的机型 是实际空战中的先锋队 进而为后续打击力量的伸术铺路 相比之下 尽管歼16在自卫能力上稍显不足 倘若和歼20相互配合 就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打击效果 不得不说的是 歼16完全可以在歼20的辅助下 将其又所拥有的作战能力发挥到极致 从此看来歼16是除歼20之外 我国着力研制的重点机型 而两款战机配合作战可谓相得益彰 眼下我国装备的歼16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但就我军发展的实际需求而言 未来歼16的数量只多不少 至于歼20也只有解决了心脏病问题 才能够进入大规模量产 感谢观看 小说请不吝点赞举